他寄这些来干什么呀 李海将自己 名下所有的私人财产 包括简阳的别墅 加拿大的别墅 债券 基金 股票股丸等等 都过活到你的名下 而且所有手续都办齐全了 这等你签字不可以生效 他为什么要把这些都给我 同事 还委托他的律师向我指寒 向你 在加拿大我代表你的权益 他提出了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 他请求你 同意离婚 以我的经验 一个男人做出这样的安排 应该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可是呢 他要跟我离婚 为什么自己不跟我说 要通过律师呢 也许他没有勇气 面对面地告诉你 不对 我在来你这儿之前 接到了一个他的朋友的电话 你干什么 离孩儿的公司出事了 他失踪了 他公司的资金链断了 银行吧 要没收的全部资产 怎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 笑语 我想回去 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必须要找到他 我陪你一块回去 不 不用 不管是什么情况 我想 我自己都能处理 现在 让我记得十分 你俩都要 我买到你 我会却 你就只是每一期 冲桑 你俩都要 你ce识 我尔子 你俩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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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小的 走 你敢再一下 公子 你敢再一次 是 我所知道的情况 像这件事 像年的房地产 真的就这么难吗 你也不想想 百年不遇的大地震 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 这就两百年了 能不难吗 我还一直以为 他这边坐得风生水起呢 那他是故意不告诉你 怕你着急呗 你觉得他现在会在哪儿呢 我还想问你呢 你听啊 该打的电话我都打了 该找的人我都找了 我还想呢 他不论去哪儿 也得先跟你打个招呼啊 有时候我呀 真想像李海那样 一走了之 什么房地产啊 什么贷款的还款的 什么土地证 产权证 施工许可证啊 预售许可证 我都不要了 我远走天边 我甚至客死他乡 行了吧 我一了百了 哎呦 对对不起啊 李海的信哥 他不会因为事业上的压力 而失踪的 说的是啊 还不成 他是为了躲着谁 我可以 他不是为了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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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羽 除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肯定有很多财务管 把里方的手续 需要办理 做你的律师 我应该在你身边 谢谢 而且我还有自己的计划 也想回来看看 当然 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放心不下你 我不会有事的 长得厉害了吗 还会回来吗 还会回来吗 我给我爸的手机 装有一个定位软件 你 这是什么 恐怕在短时间里 你还不会回来吗 你还不会回来吗 太烦了 我 这些衣服是哪里来的 这些女孩子给你盖上的 睡了 你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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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睡了 我才敢面对 吴婷 不管什么情况 我都代表你的利益 站在你这边 也许你不相信 对这一天 不是有准备的 所以我想 我想把这座桥 全部都纳入到我的总理规划头 我要让他就冒变心眼 可是孩子 我就怕你和我变到最后 就像这座城市一样 再也回不到原来的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 人们还有避免的 但是我不能准备 或许你给钱 还是变成闪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想去程海看看 有必要吗 有 好 那我陪你去 大家都请坐吧 城外所有的高管都在这儿了 都没有人走吗 有的员工离开了 但是高缓子一个都没走 李总在走之前对员工的遣散 做了周全的安排 但是大家都觉得 还没到最后一刻 不能放弃 在程海我们得到了很多东西 现在就是对程海送终 我们也要坚持到最后 是啊 李总带着程海 创造过很多奇迹 我想在银行 把程海收走之前 李总一定会赶回来 而且会带来足够的钱 重新拯救我们程海 谢谢大家 现在我想知道 目前最新的情况 是这样 我们已经过了 还款的最后期限 也已经正式通知银行 我们无力还贷 估计十五天之内 银行侵占交主将进入程海 清理所有资产 在办理完交救手续后 银行会把程海 抵押的全部土地进行拍卖 拍卖所得将用于还贷 和程海的其他债务 据我所知 程海的土地价值 应该有十几个亿吧 如果拍卖 那是应该可以 还掉银行贷款的 是 可是关键是 现在没人愿意赔地 只要市场好转 一个亿的贷款 对程海来说 根本就不是问题 那你们估计 市场好转需要多长时间 两三年之内 那是肯定的 可是 银行不会给我们 三年的时间呢 我明白了 现在对程海来说 最困难的 不是资金 而是时间 对 对 是 是啊 是 是 从此以后呢 白雪公主就和王子 都困成这样了 他们俩就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了 正好 故事讲完了 林安叔叔 你再跟我讲一个 不能再讲了 你都困了 好吧 睡觉吧 好好睡觉 闭上眼睛 好 我小时候给鹰子讲的故事 没想到她妞妞爱腿 我小时候也喜欢听这故事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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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想 股定应该有一种签字 银行 乃正在清算程海的资产 再过半年 程海所有的财产 都会被重新拍完 在拍卖的新闻当中 但是 程海的名字 想要再一次出现 可能肯定是最后一次 程海 真的只有这一条路了吗 如果金金想保住命号 还是有办法 可是我念家 我念家 可以用这种方式推出 去过我想过的生活 想生平凡的快乐 这种快乐 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想要是 你也想要是 我愿意 我愿意 你在做什么 你也想要是 我愿意 你也想要是 按现在的汇率 总价值大约是在 人民币四千万 四千万 对 如果 如果把这四千万 都能够变现 抵押变现需要多长时间 你想做什么 我实在是不甘心 看着陈海就这么倒闭了 陈海的资金缺口 有一亿六千万 就算你拿出四千万 还差一亿两千万 一亿两千万呢 吴婷 这趟浑水不是你所能蹬的 可是 可是我总得做点什么呀 李海之所以那么着急 在经济上给你做一个切割 就是想保护你的生活 不被他的债务所影响 而你能做到最好的选择 就是带着这四千万 置身十万 李海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更解决不了 你说老师应该怎么罚你 是不是你自愿的啊 我还没打呢 我已经感觉到疼了 那你还欺不欺负你同学 再也不敢了 你记住了啊 要是下次再犯老师真打了 去吧 你上上了 我小时候经常用那张骗无数学老师 上就上呗 我那一鞭子反正也抽不下去 你又来干什么 来调查什么 我是来告别的 中英小学已经开工了 我这个治安者的任务 也基本完成了 我准备回去了 去开你的公司 去重建我挣钱的梦想 有梦想好呀 我等这些孩子们 冲到新学校去了 也该回去了 小飞 上次跟你告别以后 我想了很久 经历过这次地震以后 我突然发现 很多事情 没有必要等到 实生把握的时候再去做 因为谁也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哪个会先来 你去什么 小飞 我 我已经决定 妈妈 娘娘 娘娘 快叫娘 马琳哥哥 爸爸已经把那个游乐场都好了 是吗 是吗 等 等会儿等会儿 她 她叫你妈妈 我已经决定收养牛牛了 只是还没办正式手续 那就不应该叫我哥哥了 应该叫我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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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琳 李哥 我没想到跟谁能碰上你啊 娘娘好了 我们昨天还说起你 小飞说你现在也做志愿长 对啊 她现在还是头儿呢 帮人家学中心校 出了好多主意 那那都是开放商卷的钱 你们那个老公家 周星负责的规刀设计 看来大家都在为 外后重建处理 妈妈 我们去看爸爸 新开的那个游乐场吧 好啊 好啊 我想去看 我想去看 你们俩来吧 我还能再申请银行贷款吗 先不说银行放不放贷 我只问你 程海还有什么 可以抵押的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要是你啊 立马签字走人 我跟你实话说吧 这些房地产开发商啊 都不只是欠银行的钱 万一你们家李海 外面的债主追讨债务 而你跟李海之间 又有夫妻关系 就你手上那四千万 也保不住我 听我一句劝吧啊 赶快跟李海一刀两断 我不能这么做 这俗话说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呀 再说了 是她决心在先呀 你怎么做也不为过 更何况 追着她要求你做的 对吧 我说你要干吗呀 人家都不要你了 你还非追着她陪她死啊 拜 你真的想救折啊 是 或者是 放不下李海 跟这个没有关系 但我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我和她之间 就已经没剩下什么了 那又何必守在这儿呢 因为不死心 还想替程海 找出一条活路来 其实你大可不必 为了一个变了心的男人 冒这么大的风险 我不仅仅是为她 也为我自己 不论是情感上 还是婚姻上 或者是经济上 李海和你都毫无瓜葛 她是她 你是你 是 即便 我们在感情上所剩无几 但我们依然有责任 有些人 我都给你 你也不是 她的事 她做 她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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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什么 这一次 我要坚持到底 作为你的律师 我认为你的做法非常地愚蠢 但作为一个男人 我很钦佩你 尽管我的愿望是这样 但现实还是很残酷的 我手上只有四千万 我救不了程海 我还不了银行的贷款 如果我愿意为程海 注入一亿两千万呢 你说什么 来 快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来 你又跟小飞在一起了 对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啊 我已经 正式和吴婷提出离婚 小飞已经没有了父亲 你千万不要伤害她 不要被追上了 我一辈子不大 你太烫了 为什么得有这么残忍 吴丁和我决定 分别向陈海诸如 四千万和一亿两千万 那加起来刚好 是一亿六千万 这笔钱 就用来启动 蝶峰阁的四期 以及偿还银行 所有的贷款 你说 陈海不会拨长 不会 太好了 为了救陈海 吴丁抵押了自己 所有的资责 那 这笔钱什么时候到位 三天之内 钱会到达陈海的账户 你们现在可以和银行 接洽还款的示意了 谢谢吴姐 老许 接下来你们部门 可能要加班了 我们非常愿意加班的 当然 我们这笔钱 不是无条件注入的 我有张律师证 有一个事务所 但同时我还拥有一家 投资公司 在我明天上 律师头衔的后面 还有一个头衔 封信尽力 智行头衔 你都不认识 一定明天 我早就扔了 在我办公室的门口 同样挂着 风新竞容的招牌 这两天时间 为之客为客户开会讨论 是否要进入中国市场 刚才他们明确答复 同意我的官队 并全权委托我 寻找中国的项目 我们分别要占 程海百分之十 和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程海现在的市值 是十六个亿 一亿六千万 只能是百分之十人 而且现在市场多 如果水平正常的话 市值三十亿也是可能的 我们这笔钱 换来对程海生存的机会 这一遍 我们该怎么计算 这样吧 最多 算百分之十五 而且等将来程海状态 你这一一六千万 变成十六亿 是很可能的 你们看见的是机会 我看见的是风险 这一六千万 有可能会变成一千六百万 一百六十万 甚至是零 而且你们刚才 对程海的市场估值 并不准确 我对程海未来一年的 自由现金流 和资本成本进行了预测 程海目前的市场估值 只有四个亿 我们的一六千万 换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非常公平 说实在话 比起以前有人出一六千万 买我们百分之九十的股份 你们这百分之四十 也算是后头吧 就百分之四十吧 我没意见 好 现在找不到丽海 程海的危机又迫在眉睫 那么咱们先以借贷的名义 明确这一一六千万 至于股权的中心划分 咱们先操起一份协议 由吴婷和刘总代替丽海签字 等找到丽海 再起草相关事业 好吧 我也没意见 好 那就这么定了 那不行 我现在能不能跟大家宣布 这个好消息了 好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要什么股份呢 你必须要 你既然聘请我做你的律师 我就有责任 保护你的利益 可那些股份对我来讲没有用 你知不知道 股权有时候 并不仅仅代表着利益 还代表责任和权利 有了权利 才能行使相关的职责 既然你决定 承担丽海 本该承担的责任 那么就必须拥有相关的权利 虽然 你的目的有一些功力 但我还是要感谢你 我又要谢谢你 我一直改好 中国的未来房地产市场 但苦于没有条件进入 谢谢你这个时候 把陈海带到我的面前 你是可以有其他选择的 但你选择帮我 我 我 我信你明白 我说什么来的 你说什么 人家家网络 所有明天会解放 是吗 对 都接来了 首先 我要向大家介绍 我们承海的新股东 加拿大 风信金融执行董事 刘晓宇先生 这次啊 多亏了刘晓宇先生 鼎力相助 帮我们承海渡过难关 在这里 我代表承海所有的员工 谢谢你 我也要谢谢在座的每一位 是你们的不离不弃 给了我们勇气 让我能够 将承海坚持下去 虽然 我们渡过了眼前的这一关 但是承海面临的困难还很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希望大家能够 同力合作 共度难关 谢谢 大家被保护着高兴 回头来啊 大家保护着劲 为承海 赞管 对 我们严重的严重 为了狭独相逢的永者盛 而是经历了磨难 和地固后的 王者归来 那就让我们 为了承海的王者归来 再提一把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来 来 来 一海好像很享受 现在这样的生活 我觉得 他只是在逃避 逃避什么 承海的破产 也逃避吴婷 也逃避吴婷 可是 他逃避也没有用啊 小白 不管 你一海的快乐 是不是纯粹 我想问你 快乐吗 我很快乐 好 那我就放心了 铁部网 我为你一直操心 我该走了 现在 铁哥 你好 你看怎么回事 你一步回去吧 我 我 我们呀 都算是劫后余生 值得一贼 李哥 得到的不一定能长久 失去的也不一定不再有 你说什么呢你 你 你发酒 发酒 这必须得发 我还有一句话 还有啊 逃避不一定躲得过 面对不一定会更难受 我走了 铁峰阁四期复工了 是的 下个月实现征服零 李海回来了 没有 据说吴婷把自己所有的身家 甚至加拿大的房产 都抵押了 凑了四千万 那他们剩下的一亿两千万 从哪儿来的 吴婷在加拿大找了一家投资公司 出资一亿两千万 买程海的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有这样的事 是的 所有的人都觉得很意外 那李海呢 还是没有消息 但是有人说 他去加拿大了 吴婷这次回来 是李海在背后遥空 等着 等着吧 就算跌风格四期能开盘 照现在的行情 他们肯定卖不动 到时候银行的贷款还不上 等待程海置业的 还是一个字 死 业内人士都说 程海是个奇迹 其实我觉得啊 程海有吴婷 吴婷才是这个奇迹里的战斗机 哪儿啊 我没做什么 是程海的员工太好了 再加上有朋友帮忙 你太谦虚了 其实低调啊 是最牛的一种炫耀 不是 你了解我的 对房地产我是一窍不通啊 虽然程海现在已经开始运行了 但是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 正是因为你什么都不懂啊 却一举扭短了程海的债务危机 把一个休克的公司 让它重新运转 起死回生 你看我们这些个 干了十多年的房地产的 情何以堪呢 我想啊 李海啊 他要知道程海今天的情形 非自己拿脑袋撞墙不行 最近有没有他的消息啊 这又不是说因为破产 没脸见人 被迫失踪 这现在程海已经缓回来了呀 该还的钱也已经还了呀 他应该回来了 他是不是不知道这个消息啊 他现在最不想见的人 其实就是我 不会吧 什么 还有这一错 这什么时候的事 我回来之前 真是烦了这小子了 吴婷啊 你别着急 这个事啊交给我 明天 不 就现在 我发动我所有的关系 就是挖第三尺 你要把这小子呀 给找尖 然后把他五花大宝交给你 你把他再带回江南大 我带走一个躯壳 有什么意思呢 那那那你 不不要他的吗 是他不要我了 真是傻瓜年年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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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今年轮上了他 喂 我是吴婷 什么 好 好 你们跳得好啊 你们有请江伟领导奥讲话 大家欢迎 各位同学 各位家长 大家好 我呢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白鹿镇中心校 已经正式的成立 师资队伍呢也已经到位 那下学期 我们白鹿村 所有适龄的孩子 都将在新的学校里就读了 好 刚才听到讲了 新建的学校 要给江湖考 反正好呢 那这狗年丫头 不是不是家伙啊 虽然我们进了新的学校 但是 不能忘记炸虹里的日子 更不能忘了 将炸虹小学 建立起来的小飞老师 下面 我们有请小飞老师 来讲进去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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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不不不不 我就能有准备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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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点啊 好 同学老师 你这玩得好啊 我们都看得眼里 记在心里了 我们山里人呢嘴笨 也不会说什么 就让我们给小飞老师 敬个礼吧 大家听我口令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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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同学们 谢谢同学们 同学们坐 我真的担待不起 其实我在这里每天 就是教同学们做做功课 做做游戏 我看着同学们的笑脸 就能够冲淡我心中的悲痛 其实这一段时间 我更多地感受到 一个大家庭的爱 应该是我 好好谢谢大家才对 好 好 好 不是小飞老师 还有一个好心人呢 就在我们中介 让我们一半探 请上来 厉害 你走 啊 我也是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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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着苏主惠 各位你带号重建 嘴角白眼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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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这辈子啊 得过很多奖 每个奖 都比这个奖精致 可是我现在感觉 今天这个奖 分量最重 谢谢大家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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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婷 你 爸爸 你父亲 他不醒了 爸 爸 您醒了 孩子 你认识我了 你没事的 妈 妈 妹妹 回家医生 好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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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妈 妈 妈 放心 你放心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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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êm 安全 au le le Zither Harp 你要敢跟吴婷离婚 我就没你这么个兄弟 见过 见过 别挡着老爷子说这个 老爷子的好事 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那墓地呢 墓地选好了 墓碑正在刻 下午就可以直接送过去 日子也定了 你就放心吧 你听听 你听听 多好的媳妇啊 你要跟她离婚 你就是个傻子嘛 你缺心眼你 我走了 妈妈 这是哪儿 这是我们的家 你 园园 你还活着呀 怎么了 园园 你到底死哪儿去了 你去身边把我给忘了孩子 说你被地震给埋了 我都不知道 我该报警还该给你烧香 打电话打电话打不通 打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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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回 你知不知道我多难受 你知不知道我自己多疼 你知不知道我推得这么快疯了 你都吓死我了 你知不知道我多好疼 是我妈妈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苦了 你不足为安 爸爸安定了 我们也就心安了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接下来的时间 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吧 你应该已经受到我的律师函了 是 对不起 田田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 你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虽然我们之间有过承诺 但那也只是在在乎对方的时候才有效 你是一个好女 我 我 曾经 想一直和你走下去 可是走到先为了这样一个境 我也非常疑狠 遗憾 难道有谁逼着你非跟我分手 难道你不是一个成年人 不能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 还是赵小飞给你下了毒 让你离开他就活不了 厉害 你无法自控你心厌旧 就承认了呗 承认了这一点至少 你还是一个磊落的混蛋 你怎么骂我都不过分 只是我不想利用咱们俩的分手 影响你对自己的判断 我想到赵小飞 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 没关系 在你心里 我不如赵小飞这个事实 并不会让我觉得自卑 但是我想提醒你 赵小飞今天所能给你的一切 我曾经都给过你 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些东西都慢慢消失了 这是不可你的自然规律 所以今天她能给你的 终有一天你会失去 到那个时候 你又该怎么办呢 再去找一个更年轻的女孩 妈妈 那边有个机器 放钱进去就回家吃了 是吗 妈妈 这是我女儿 母妞 妞妞乖 快叫阿姨 叫 阿姨好 天哪 我是不是穿越了 地震让我失去了爸爸 但也让我多了一个面 那你跟李海打算怎么办啊 李海已经向吴婷提出离婚了 天哪 你这下 彻底把李海给争复了 我不知道 其实我什么都没做 李海 她是在经历了地震之后 可能想清楚了一些事情 才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现在对你可真的是 羡慕嫉妒恨 我有什么好羡慕 你看我跟我男朋友 同样是经历了地震 但是呢 这关系还是原地他吧 你也不用羡慕我 其实我心里也特别乱 你乱什么乱啊 很多事情 真的不是一句两句 可以说清楚的 爸 我也在想我跟周星该怎么办呢 怎么可以再见一步 妈妈 你们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大人说啊 小孩子不许插子 你放心吧 我会尽快签字的 不过 关于财产如何分配 恐怕需要双方律师 重新商谈 有个情况你也许不知道 程海之夜已经破产 不过在破产之前 我清理了一下个人财产 我现在留给你的 那就是我个人财产的全部 有个情况恐怕你也不知道 你失踪了以后 我接管了公司 程海之夜现在正在为 谍峰阁四期开盘做准备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一开始我就知道你在百禄村 只不过这边事情忙 我没有去打扰你 不可能 你现在可以回公司去看一看 我说的到底是真是假的 你用这遍卖了 我都里面向我们自此 而且行李总 你和常常不晋诒 你去打扰你 一下DIA 你去打扰你 我最好准备 这很棒的 你怎么可以打扰我 我去打扰你 你去打扰你 我去打扰你 你去打扰你 我去打扰你 我去打扰你 你断扰你 我去打扰你 我去打扰你 李总 李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继续再照顾孩子了 我让你失望了 对不起 陈总 李总回来了 谁回来了 李总啊 阿姨 你赶快去看看吧 老地方见 我重新拟了一份离婚协议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财产分配 做了调整 田田 我怎么也没想到 这两个月 一位程海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本来一位程海 已经人去楼空 可没想到他还在运转 而且有效益 谢谢你为程海所有的付出 刘晓宇那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我完全没有意义 至于剩下的百分之六十 我什么都不要 程海集团总共百分之七十的股份 都是你的 你说什么 我说的你不明白吗 程海的百分之六十 再加上我应得的百分之十 总共百分之七十的股份 我一分钱不要都是你的 明白了吗 这上面都写着 你可以自己看 你为什么要这么走 我已经签字了 就查你了 我走的时候 程海已经是零 所以这百分之七十 不属于我 我说过了 你的钱我一分都不要 快签字吧 离婚 离婚 我同意 但是这么分割财产 我不同意 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我要重新你一份离婚协议 我对你 你怎么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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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说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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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